大家好,我是Stan SM旗下男团NCT 是一座有着开放性、无线扩张性、成员无上线的新概念组合 在2020年新加入两位成员后 目前共有23名不同国际的成员 分别活跃于NCTU、NCTLitch、NCTDream、VisionV等四个组合 而在这几天,SM娱乐发表了目击NCT新成员的公告 根据公告表示 申请资格是在2001年到2008年出生的男性 国际无关 未成年人必须要有家长的同意 而申请资格是歌唱Rail舞蹈 试镜时间是在2月到6月第一个礼拜的星期六11点到20点 这点是东京的一所音乐学校 参加方法是当天到现场报名 通过试镜的人会接受SM的培训之后 之后会以NCT成员出道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啊,又要有新成员加入吗? 到底是要扩张到什么时候? 感觉现在的成员们好可怜 我是比较希望能有新团出来 那些牵手里面没有适合的人就适可而止吧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不是很好 对于NCT募集新成员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在综艺节目的发言 收到韩国网友们大大称赞的K7PINBIN 1月25号PINBIN出演了一个综艺节目 主持人余三勇表示 之前有跟PINBIN一起去过泰国 当时机场几乎整个麻痹了 机场职员们本来要帮忙租的 但却跟粉丝们一起呐喊 而PINBIN也表示 机场有一个只有王族可以使用的通道 里面有很多金银珠宝 当时因为机场来太多人 电梯扶梯都坏掉了 结果在受到国王的允许后 就使用了王族专用通道 证明了PINBIN在泰国内的超高人气 但是PINBIN也表示 在与街外P娱乐合约到期后 对于演艺圈的生活心灰硬朗 自己明明又非常努力 但为什么就是没有好成绩 真的想要放弃了 但是在来联络的几个公司当中 有一家非常执着的公司 我拒绝了五次 但还是来电话了 而其他公司主要是想要利用 我在海外的知名度 但是只有这家公司对我说 PINBIN是在韩国出道的 韩国内的知名度不觉得很遗憾吗 我们一起以韩国市场为主 再试一下吧 因为是答应以韩国为主的活动 所以就与这家公司签署合约了 而PINBIN也对公司说了 这期间如果再努力也不行的话 就会隐退 结果因为桓森专用的爆红 在节目中口口惊惧的PINBIN 也大幅提高了知名度 PINBIN在泰国超红 只在泰国活动也能拥有财富跟名气 但是对韩国活动这么珍惜 真的是有好感了 口才也很好 希望能多多看到它 看韩三年来后有好感了 一直为止卡西文也是 不只是为了前回本国发展也是 真的是又有野心又有魅力的一个人 PINBIN韩文说的也很好 口才也好 感觉是很聪明的一个人 应该能在更多地方看到它的 总结一下就是 PINBIN更大 发吧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以便宏上传的IG Thank you来了的忠实观众们 应该都很熟悉以便宏的这个梗图的 其实除了这个质问 在韩国还有几个很有名的 以便宏黑历史动图 然后最近以便宏在一起发了这样的贴文 是吧 啊疯了 超好笑 我好喜欢这种很认真的搞笑 笑死了 所以大家最喜欢哪一个动图呢 即使我们有一种草莓的 阿蝗 咦 阿蝗 好笑 我来吃 阿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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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酷 很酷 那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